你願不願意就是主動 就是希望能夠就一個焦點 就是推動這個兩岸關係 能夠跟在野的政黨領袖 能夠會晤 甚至能夠參加他們的國事會議 能夠在這個方面能夠有所進展 當然願意 因為其實像現在卡在立法院的這些法案 都可以攤開來談 如果他們認為原來在協商過程當中 不夠透明 現在到立法院全部攤在陽光下了 已經很透明了 那為什麼就不動了呢 是不是還有所謂抱怨不透明以外的原因 讓他們不想推 因為推這個法案對台灣來講 絕對是有利的 尤其是在台灣現在希望能夠 參加區域經濟整合的各個聯盟 不管是TPP 跨太平洋夥伴聯盟 或者是RCEP都需要這些東西 否則你跟你最主要的貿易夥伴 都在這些問題上觸礁的話 人家怎麼相信你有誠意呢 嗯 嗯